前后任总统交接时互动都是全场焦点 2000年政党轮替时 李登辉在陈水扁陪同下不出总统府 接受民众欢呼 甚至李登辉还发表了府前最后谈话 2008年马英九上台时也有小插曲 前总统陈水扁还没有离开总统府 后排的总统府员工就热情地向马英九鼓掌欢呼 让气氛有些尴尬 而这一回马蔡两人礼貌互动 马英九一度显得有些紧张 倒是蔡英文展现即将接手的主场气势 不到九点总统蔡英文步入总统府 前总统马英九已经在等候 一见面 马英九先伸出手向蔡英文恭贺 这是两人身份交接的时刻 礼数少不得 蔡英文充分展现即将入主总统府的主场气势 几度伸手指引方向 要马英九先步入就职会场 连接会场的狭场走廊 这段路马蔡两人几乎是平行 肩并肩 马英九想和蔡英文寒暄 但可能太过紧张 表情都有点严肃 步入金国厅分别在两边主位就坐 如为誓言愿受国家严厉的制裁 警示宣誓人蔡英文 蔡英文宣誓完毕 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 马英九卸下重担 这时还是蔡英文先伸手 和前总统马英九握手致意 陪送第十三任总统副总统名服 送出府的路上 马英九不时主动谈笑两句 气氛看起来相对轻松 第二队迎接的是总统府的工作人员 送马英九出府离情异役 有的握手有的拥抱 人群中还能看到前总统 陈水扁的管家阿清嫂 蔡英文保持一步的距离 默默跟在后面 借着两人从总统府正门献身 和民众挥挥手 再次谢谢蔡英文总统 以及马前总统 谢谢 谢谢蔡英文 谢谢前总统马 这一刻起马英九正式告别任职八年的总统府 有电TV综合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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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